好来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Straight Line 整个整体的概念是y等于mx加c 所以你把这个搬 搬 它要的是gradient ok y等于mx加c 我的m就是我的gradient 然后我的c是我的y intercept 所以我在这一边 这一个呢 它这样搬过来的时候 它变成2x减14等于ky 然后全部一起除气 除气 除气 所以我就有2x减2等于y 所以y等于2x减2 so在这一边 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 我的这一个是我的y等于mx加c的m 是2x c 是2x减2 这样 所以在这一题 它的gradient是2x减7 所以答案是a 然后接着在这一边呢 它是一条Straight Line 它要找Gradient of lm 它要找Gradient of lm 好 我知道这个点是02 然后这个点是50 所以我的gradient呢 直接0-2 除5-0 除5-0 所以它变成-2x5 所以它答案是-2x5 ok 我有地方弄错了吗 ok 弄错了 刚刚这一个是3来的 ok 这个是02.50 这个是02.50 这个是2.5 然后这个是5 ok 50 所以我的gradient呢 会是0-2.5 除5-0 所以它变成-2.5 除5 等于negative 1.2 ok 呃 当然你也可以用negative y intercept over x intercept 所以我这一个是我的y intercept是2.5 我的x intercept是5 所以它会变成-2.5 除5 然后它会变成-1.2 ok 所以它答案是v-1.2 然后下一题在这一边 它说Gradient of qr 是-4 然后Distance of pq 是15个unit Find the x intercept of pq 好 在这一边我可以找出我的y 我的y是向前走0 向上走y 所以我的这一边呢 就有y-8 除0-1 等于-4 y-8 等于-4 除以-1 等于4 所以我的y 会是等于4加8 等于12 所以我这一边呢 它是0 12之后呢 它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它这一边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一边是12 这边5 然后我的op的长度呢 会用by the press 15的square-12的square 我拿到的是9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有15的square-12的square 我拿到的是9 ok 我拿到9之后呢 在这一边 我拿到9 我拿到9之后 在这一边的时候 就是说 它来这一边9格 就是说向后走9啊 现在是negative9啊 所以它的x intercept是-9 就是这样来的 好 就是说 我们再来看2005这一个 它要找你的y intercept 那你就记得那句口诀 y intercept的时候 x等于0 x intercept的时候 y等于0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有 我把这个x等于0 放进去 就是说 我的这个x等于0 我放进这一边里面 所以它就会变成了30-4y等于24 所以我就有-4y等于24 我的y等于24 除-4 我拿到的是-6 然后这一题呢 它还有第二种方法 ok 我要的是y intercept嘛 我把它写成y等于mx加c 3x-4y等于24 我把这个搬过来 所以我就有3x-24等于4y 然后全部一起除4 除4 除4的时候 我这个44月144 64 24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有y等于3x-6 so 在这一边y等于mx加c的时候 我的c是-6 然后我的m是3x-4 所以它的c是-6 所以它的那个y intercept也就是c是-6 所以拿到-6 好 下一题我们再来看 ok 它的那个 它要你找gradient of pq gradient of pq的话呢 高手就直接 这个是y intercept 这个是x intercept negative y intercept over x intercept 所以它就是-8x-4 然后它拿到是2 然后如果你不会的话呢 这个是08 这个是-40 所以它gradient会是等于8-0 除0-4 8-08 0-44 然后拿到gradient是2 好 在这一边它的那个ef呢 它说它的gradient是-1% 然后它要你找它的那个 所以它的这个gradient是-1% 它要你找它的x intercept 所以高手就gradient等于negative y intercept over x intercept -1%等于这个是我的y intercept -3 over x intercept 然后在这一边我的-这个就没有了 我的-4乘过去 所以我的x intercept呢 会是等于3乘以-4 等于-12 所以它答案就会是等于-12 然后这一题呢 我们还有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呢 你知道这一个点是0-3 这个是x-0 所以我就用这一个0-3 或者-3-0 除0-x 等于-1% 然后我把我的这一个-1% 乘过去 我的-x乘过来 所以我就有-3乘-4等于-x 12等于-x 我左边右边同时乘-1的时候 我拿到的是-12等于x 所以x等于-12 ok 好 在这一边它的p是这一个 它的gradient ofpq是2 然后它要找q 你可以看到它这边3-3-3-3是一样的 所以我的q呢 我可以让它是3-y 然后我的p 是-1-1 然后我的gradient ofpq 会是等于2 就是说我的y-1 y-1 除3-1 会是等于2 所以我的y-1 除4等于2 我的y-1等于8 y会是等于8加1 等于9 所以我的那个q呢 是39 所以答案是b 然后我要check我的答案的时候呢 我的gradient ofpq 就会是等于这个9-1 除3-1 9-1 8 3-4 然后就2 对了 好 来接着在这一边它要找gradient 所以你把它换成y等于mx加c 所以我的2y等于-3x加5 然后全部一起除2 然后它在这一边这个就可以阅掉了 所以我就有y等于-3.2x加5.2 所以我的gradient呢是-3.2 所以它的gradient是-3.2c 然后在这一边它要找它的y intercept y intercept的时候 你也是把它换成y等于mx加c 所以你就有2y等于-4x-5 然后我全部一起除2 除2 除2 然后越越越越 然后我就有y等于-2x-5.2 所以我在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y等于mx加c的时候 我的m是这个-2 然后它要的是c c是5.2-5.2 所以我的答案呢是-5.2 ok 好 所以在这一边这一题它还有另一种方法 另一种方法是我要找的是y intercept 我的subx等于0 所以我的x等于0我放进去里面 我这边我的x等于0 我放进这个x里面 所以它就会变成了4乘0加2y加5等于0 所以我的2y等于-5 我的y等于-5和2 好 接着在这一边它要找gradient of pq gradient就很简单啊 y-y除x-x 4-2除5-1 4-225-16 所以它是1% 所以它答案是d 1% ok 然后 在这一边呢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 它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个是另一种做法啦 这个是从丢一上来讲 -1 2 5 4 所以我这一边相差7格 这一边相差2格 我的gradient呢 会是高除以它的宽 所以我的高是多少 我的高是2 然后我的宽是多少 诶 这个是5-1 这个是-1 所以说这个是6格 6 所以我拿到1% 这样也是可以 好 来 接着我们再来看下一题 ok 它在这一边它要找x intercept so我们的x intercept的时候很简单 y等于0 所以你直接把这个y等于0 放进这个y里面 ok 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就有3x-4乘0加24等于0 然后我再把这个翻过来 所以我就有3x等于-24 我的x等于-24除3等于-8 所以答案是A 所以答案是A 然后在这一边它有这个东西 ok 它告诉你这个是3y-kx3y-kx3y-kx3y等于-kx-12 ok so我全部一起除3 把它换成y等于mx加c 所以我的这一个呢 它就会变成y等于-kx-4 133432 好 所以它告诉你它的那个of f2og是3比2 然后它要你找value ok 其实你不需要那个东西的啊 你这一边-60 就是说你的x等于-6的时候y等于0 你这一边x等于-6 x等于-6 然后y等于0 y等于0 这样直接放进去 你就可以拿到它答案了嘛 是吗 呃 它这一边它就有0等于-kx-36-4 然后这边月-133236 然后-2k 所以我就有0等于-2k-4 2k等于-4k等于-4除2等于-2 ok 所以我的k是-2啊 所以我的k是-2啊 b啊 这样吗 ok 所以 c我 c是2 k是2 嗯 嗯 -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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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k 然后 k等于-2 k等于 k等于 在这一边它这个是-kx-12 呃 这一边x 等于-6的时候 然后我放回原始的 3 乘 0 等于-k 乘 -6 -12 所以我这有6k-12等于0 然后6k等于12k等于12除6等于2 ok 我这一边有3y等于-kx-12 然后y等于-kx-4 放进去-2k等于-4 这个是-12 6k等于6k 这一边我把这个帮过去啊 对啊 哦 这个是-6 这一边是-6 所以它会变成加 这个帮过来 ok 好 我刚刚那边做错了 然后它告诉我我的of to og是3 比2 所以这边是4啊 所以这一边是-4 ok 这个 没有 关系到了 来 接着在这一边它给我 还有gradient是-3和4 它的xintercept是这一个 所以我的gradient是-3和4 然后它的xintercept是12 它要找的是yintercept 我知道gradient是等于-yintercept over xintercept -3和4等于-yintercept over 12 然后我直接把我整个-12乘上去 所以我的yintercept 会是等于-3和4乘-12 所以--变成加 我这一边4 32 -变成加9 所以它答案是b 9 所以刚刚那一题是c的 再来b 所以它的这一个是c 然后再来b 对 cb 好 来这一题呢 它有另一个方法 就是说xintercept呢 是怎样的东西 xintercept是像xexist的嘛 所以它是这一边12 所以它这个是120 yintercept呢 假设我在这边y 所以它是0都号y ok 所以我的gradient呢 会是等于y-0除0-12等于-3和4 y等于-3和4除乘-12 ok 我觉得用最原始的方法反而更容易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就可以约432339 我直接拿到它答案是9 ok 所以它答案是b 9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个 它叫你find the gradient of straight line 这个东西 gradient的话你把它写成y等于mx加c 所以你就有2和3y等于x加12 全部一起乘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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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它的这一个就可以约掉 所以我就有2y等于3x加36 然后我再全部一起除2除2除2 所以我就有y等于3和2x加18 所以我在这一边y等于mx加c的时候 我的m是3和2 所以我的m是3和2 所以我的m是3和2 所以它的答案是c ok 好 再来我们再看下一题 在这一边呢 它说它的gradient of kl是2 so gradient of kl是2 然后它说xintercept of kl 它要你找xintercept of kl 你看这一边3 这一边也是3 所以我的l呢是0都号3 然后它现在要找你的k k呢就是x都号0 所以我的gradient是2的时候呢 我就直接那一个0-3除x-0 ok图x-0 会是等于2 所以我的-3等于2x 所以x等于-3和2 我把我这个乘上去再把2除下来 所以它拿到的是-3和2 ok 当然我也可以用这个gradient 等于negative yintercept over xintercept ok 所以我的这个gradient是2 等于negative yintercept yintercept是3 然后xintercept我要找的 所以我把我这个乘上来这个除下去 所以我的xintercept 会是等于-3和2 所以它答案是一样的 好 来 接着这一题 它说它的equation pass through 是这一个 find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straight line and the x-axis x-axis的时候是y等于0 ok x-axis的时候是y等于0 它在这一边的时候08呢 就是说它其实是xy 就是说它是08 所以就是说它的x等于0的时候 y等于8 x等于0的时候 然后y等于8 y等于8 然后我放下去的时候呢 我就有这个8等于-4乘0加c 所以我拿到我c等于8 所以它就会有y等于-4x加8 然后它要的是xintercept的时候y等于0 所以0等于-4x加8 所以我就有4x等于8 然后我拿到x等于2 所以它就是2都号0 这样 所以答案是b ok x等于2y等于0 ok 好 来接着我们 再来继续 它说谁的gradient是2.3 2.3它其实是属于positive的 所以它是向上的 向下的不可以 向下的也不可以的 ok 因为这一个它的gradient是negativeValue gradient是negativeValue 然后我的gradient呢 我直接用这个negative y in the set over x in the set 所以它会变成a的这一个是 negative y in the set 是-3 over 2 所以它会变成3和2 我的b的这一个gradient等于negative y in the set over x in the set 这个是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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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 in the set 所以它会变成-2除3 所以它会变成2和3 所以答案是b ok 当然我在这一边b的这一个 我也可以把它想像是3都号0 然后0都号-2 所以我的这个gradient呢 会是0-2除3-0 所以它变成2和3 所以是对的了 ok 好 来 在这一边的这一个 它要你determine它的y in the set y in the set的时候呢 x等于0 所以我就5乘0-4y等于20 -4y等于20 y等于20除-4等于-5 所以对了 然后另外一个方法是你把它写成y等于mx加c 所以你就有5x-20等于4y 然后我全部一起除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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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你这一边再跟它越减 所以你就有5x-5等于y 所以y等于5分4x-5 然后它的y的set就是-5 这样 好来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一个 它说它的distance of pq 都是10unit 这个是10 然后这一边是8 所以这边是6啊 然后它的这个p是-6啊 ok-60啊 在p ok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因为它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ok 然后它的这一个直角三角形里面呢 这边是8个 这边是10个 pidoblase theorem 所以我的那个op 会是等于square of 10square-8square 然后它会变成6 所以它这一边是6 ok 然后在这边还要你找gradient of pq 所以我的gradient of pq的话呢 它是向下的 所以它是negative 它高是8 宽是6 所以它答案是-4.3 ok 它是高除以宽 这个是高除以宽 然后它negative 是因为它向下的 当然你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是0-8 所以你的gradient呢 就会是等于那个 呃 什么-8-0除0-6 所以它变成-8 和6 等于-4和3 所以它答案是-4和3c 好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 它问哪里一个是代表这个东西 所以我的2y 加4x 等于3 所以我把它搬过去 2y等于-4x 加3 我的y等于-2x 加3和2 因为我在这边我除2 除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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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我这边月-22月 这个-2x 所以在这边我知道我的gradient 是-2 所以它是向下的 然后我的c呢是3和2 ok 所以这一个是我的c 是3和2 3和2 3和2 ok 所以这两个就不可以了 因为它c不对 然后-2 gradient是-2 gradient是-2 所以它是属于向下的 ok 所以它是属于向下的 这样向下的 所以向下的情况之下 向下 这个不可以了 因为这个是向上 ok 所以在这边它答案就会是c ok 那答案就是c ok 好 来 在这一边呢 这一题你还可以做什么事情了 你还可以做的事情是 呃 他 他 3和2 向下 ok 我是觉得这个方法是最容易 我就不要找别的方法了 然后在这一边它的pq r是这三个点 s 是midpoint of pq 所以他要讲s midpoint of pq 的时候midpoint是加起来除2 所以它是 那一个4加2除2 6加-2 除2 ok 因为它是属于pq的midpoint嘛 所以在这一边4加2 66除2 3 6-244除22 所以s32 它要找gradient of sr 所以我的s是32 然后我的r是-5 7 所以我的gradient呢 会是等于2-7除3-5 所以它会变成-5除8 ok 然后你就问哦 老师你为什么用这个来减这个 我用另一边来减可以吗 7-2 可以7-2 然后-5-3 7-2 它会变成5-8 然后你记得你的这个答案呢 你在sbm的时候你的答案里写-5 5-8 是正确的 -5-8 也是正确的 你的5-8的时候呢 它就错了 因为我们的分母不要有减 所以你这样做的时候呢 你记得要再写多一次 它是-5-8 好 来 在这一边它 是 它叫你找它的gradient 跟它的yintercept 所以你把它写成y等于mx加c 2y等于3x加6 所以y等于32x加3 我在这一边我除2除2除2 然后我越减 然后它就变成32x加3 所以在这一边我可以知道 我的gradient是32 gradient是32 然后我的c是3 我的c是3 c是3 所以我的答案是d ok 好 来我们继续看这一边 它的这一个 它叫你找yintercept passing 这个东西 所以你找它的gradient吧 你的gradient是什么呢 你的gradient是 那个4-1 然后除以这一个1-1 4-1 4-1 5和2 我把它写成y等于mx加c 5和2x加c 然后经过14 14是xy这一边 所以我的x等于 那个e的时候 x等于e的时候 然后我的y会是等于4 我的y会是等于4 所以我把它放进这一边里面的时候 我拿到的会变成 4等于5和2 4等于5和2 1 1加c 我的c等于4-5和2 8就3和2 所以c其实是我的yintercept来的 so 它的答案是3和2 所以答案是c3和2 ok 3和2 对好 来接着在这一边 它的这个是pq 然后它叫你找gradient of pq gradient就直接y-y除x-x -3-5除-2-4 -3-5-2-4 -3-5-8-2-4-4-2-2-2 所以它答案是-4 所以答案是a-4 然后在这一边 它的mmgradient是这样 然后它叫你找它的xintercept yintercept yintercept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yintercept的时候 它的x会是等于0 所以它是0都号y 所以我有两个点啊 我要找gradient啊 我就直接 这个0y 还有我有4-3 然后gradient是-2 y-3 y-3 然后0-4 等于-2 ok 所以我都有y加3等于-2 乘-4等于8 所以我的y等于8-3 然后我拿到是5 所以它yintercept是5 ok 当然你还可以做另一种事情 另一种事情是怎样呢 就是你用y等于mx加c的方法来做 so你在这一边 你就有用y等于mx加c 你的y 你的y等于mx加c y等于-2x加c 然后它经过的点是那个什么 它经过的点是xy 也就是4都号-3 所以就是说它在这一边 我的x等于4的时候 然后我的y会是等于-3 放进去 所以我这一边我就有-3等于-2x4加c -3等于-8加c 和c等于-3加8 等于5 所以你也可以拿到它的5 是它的yintercept 好 然后接着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说它的ptop是12个unit 然后4ot等于3op 所以我4ot等于3乘以12 所以我的ot等于3乘以12除以4 我这边yintercept 然后我拿到的是9 所以我的ot是9 然后它要找gradient so我这一边呢 这个是120 这个是09 所以我的gradient会是等于0-9除12-0 所以它会变成-9和12 然后会变成-3和4 然后接着在这一边 我的这一个是b和d ok b和d 好 好 在这一边它straightline 经过这两个点 它要你找它的yintercept ok so我找它的gradient 会是等于那个11-3 除4-2 8除以2 然后我拿到的是4 我用y等于mx加c 4x加c 然后它经过23 23是我的xy 然后我在这一边 我用我都用y等于mx加c 它其实是很简单的一种方法来做的 然后我就可以找到它的分量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有3等于那一个4 2加c 3等于8加c 而c等于3-8 等于-5 对了 好 接着在这一边 它说mm是一条直线 它gradient是3 然后它叫你找它的xintercept 我这一个点是向前走1 向上走6 它要找的是xintercept xintercept 就是y等于0 所以它是xlink 然后我的gradient是等于3 这个是它gradient 所以这个是它gradient 所以我就有6-0除1-x等于3 所以6等于3乘1-x 然后6除3等于1-x 然后我就有2等于1-x 然后我的x等于1-2等于-1 OK 就我在这一边我把这个乘上去 这个除下来变成3 然后我把这个帮过来这个帮过去 所以我拿到的答案是x等于-1 对了 好 再来这一边呢 它的pt是这个 pt是这个equation y等于x加5 所以我知道这个是5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我的那个yintercept来的 OK 这个是我的yintercept OK 这个是我的yintercept OK 然后我的q呢是40 然后它要找gradientofpq gradientofpq的情况之下呢 我就直接 这个其实是05 所以gradient是0-5除4-0 然后它变成-5和4 所以它答案是-5和4 好 来 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一题 它的mm是一条直线 然后它叫你找它的那个yintercept OK 好 来在这一边呢 我们就用它的gradient等于 这个是-10 0 所以我就有-4-0 除-2--10 -4除8-120 y等于-120x加c 它经过-10 0 就x等于-10 y等于0 在这一边我就有x等于-10 然后它的y 然后它的y会是等于0 这样 OK 好 所以我就有0等于-120-10加c 0等于5加c 这一边月 然后我的c就会是等于-5 所以我拿到c等于-5 也就是我的1intercept c就是我的yintercept 然后接着在这一边呢 它要你找它的xintercept xintercept的时候 y等于0 所以就有3x-2乘0等于7 所以x等于7除3 所以或者是我这一边我就3x等于7x等于103 对了 然后接着在这一边呢 它告诉我 O是Origin Distance of PR P跟R之间的Distance 2√26 然后它叫你找它的那个 Gradient of RQ 所以这个7-5是向前走7 向上走5 它是一条横线 所以我知道我的P是0 我Q呢 是x0 然后它这一边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然后我的这一个直角三角形 我把它画大个一点 这个是P 这个是O 这个是R 它是向前走X 向上走5 然后这个是Square Root 26 所以我们用Pedrogress theorem的话呢 它是长的Square等于另外两条短的Square加起来 Pedrogress 所以我的Square root26的Square 等于X的Square加5的Square 所以它会变成26等于XSquare加25 所以我的XSquare会是等于26-25 我拿到的是E 所以我的X会是等于加减Square E等于加减E 但是因为我的X大过0 所以我拿到我的X等于E 所以我的R呢 其实是E等于0 然后题目要的是Gradient of QR RQ 所以我就是5-0 除这个7-E 然后就5分6 所以它答案会变成5分6 就是这样 OK 这一题比较特别 比较难 然后在这一边它叫你找Value of K 所以你在同一条直线 其实K是我的那个Wintercept OK 或者是我用Gradient of 这一边有A,V,C 三个点 我的Gradient of A,V 会是等于Gradient of V,C 因为它是同一直线 OK 所以它的Gradient会是一样 所以我拿这个K-0 除0-3 会是等于这个5-0 除6-3 所以我就有K-3等于5-3 所以我的K等于5-3 乘以-3 然后它会变成-5 所以我的K会是等于-5 我把我的这一个-3乘上去 好 然后接着在这一边 它说哪里一个代表的是这一个 我把它乘进去 所以我就2Y等于2X-6 OK --变成加2X-6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全部一起除2 除2 除2 我拿到的是Y等于X-3 Y等于X-3的时候呢 它的Gradient是多少 它的Gradient是1 所以是positive的 向上了 然后它的C是多少 所以它向上了 向上了 这个向下的就不对了 向下的就不对了 然后它的C是-3 就代表它这个C是-3 然后C是-6 这个就不对了 这一边就不对 这个也不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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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它答案就是A哦 就是这样简单了 OK 当然你还有另一种方法啊 就是说你的这一个X intercept Y intercept 0-3 然后你就有0-3 这个点 0-3 这个点 然后Y等于0的时候 X等于 然后Y等于0的时候 你就有0等于-3 所以X等于3 30 你第二个点 这样也是可以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就是它的XY 然后它叫你找K 所以在这一边 这个是K等号0 所以我们用Gradient of 那个Gradient1等于Gradient2 因为它同一条直线 我们知道同一直线的话 它的Gradient会一样 就是说它同一直线 然后Gradient一样 OK 它的Gradient会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有0-2 除K-5等于2-5 除5-1 然后我就有-2除K-5等于-3除4 然后我-2乘4等于-3乘K-5 然后我的K-5会是等于-2乘4除3 然后我-3 然后我就有K-5等于-8 然后K-5等于-8 然后K-5等于-8 加5 5-25 25-8 就是7 来 我有地方做错了 这一边2-5-3 5-14 然后0-2 K-5 5-5 然后-5-5 然后-3 K-5 除-5-5 这个除-8 除-3 所以这个是G 所以这一边是5-5-25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3-5-15-15加8 就23% OK 我拿到是23% 对了 OK 好 来 这一题呢 它还有另一种做法 就是说 你找它的Gradient 是等于2-5除5-1 然后-3和4 Y等于-3和4X加C 然后我就有XY是5 就是说我的X等于E的时候 我放进去我的Y会是等于5 我放进来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有5等于-3和4E加C 然后我的C就会是5加3和4 所以它会变成5是23和4 所以我就有那一个Y等于-3和4X加23和4 然后接着呢 在这一边我的这个K0的时候呢 就是说在这一边我的那个X等于K的时候 我放进去我的Y会是等于0 OK 我的Y会是等于0 所以我这一边放进去的时候 我就有0等于-3和4K加23和4 然后我再把这个东西搬过来 我就有3和4K等于23和4 而K等于23和4乘4 然后它变成23和3 所以对就这样 好 以上就是PayPal1的例年考题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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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